19日,一辆载有南非和埃及游客的大巴车,在开往菊萨金字塔的路途中,遭到不明爆炸物袭击。爆炸发生地位于在建的埃及国家博物馆新馆附近,共造成17人受伤,其中10人为埃及公民,7人为南非公民。 当在有28名乘客的大巴经过博物馆时,遭遇爆炸装置袭击。当地官员表示,大多数人受轻伤影响,有3人住院治疗。巴士车后面还有一辆私家车受损。 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表示,爆炸案中使用的爆炸装置是自制的,含三消机甲笨、TNT炸药,目前事故正在调查中。